在本月的28日,女排国家联赛第二轮的较量再度打响,与中国女排同组的巴西队和荷兰队之间开启了较量。 最终巴西女排以3比0横扫了荷兰女排,而中国队则是坐享其成,率先成为了第一支进入四强的队伍,因为在前一天晚上,中国女排刚刚以3比1击败荷兰,如今荷兰再度输球,他们的战绩就来到了零胜二负,成为了首支在决赛出局的球队。 至于同样晋级四强的巴西女排,接下去他们与中国队之间的对决,也就成为了小组投名之间的争夺战,无论是哪支球队赢球,都成以小组投名的身份。 在30日下午迎战B组的第二名,从当前的局势来看,除非美国女排暴冷,否则塞尔雷亚在输给土耳其之后,很有可能会提前出局。 当然,球迷们关注的还是A组的较量,毕竟中国女排此番的确是占尽了天时地利,因为之前的分战赛,中国女排就只取得了七胜八负的糟糕战绩,凭借东道主的身份,以第九名进入总决赛。 为此第六名的意大利女排也是含恨出局,这的确让中国女排成功抢战先机,如今又凭借赛成的优势,中国女排在先胜荷兰的情况下,率先取得了半决赛的入场券。 不过以中国女排的实力,再加上近两年与荷兰和巴西的战绩对比,中国女排即使不凭借东道主的身份,淘汰她们其中一支球队,进入半决赛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。 更何况,在这项赛事上,中国女排最差的战绩也不过第四名和第五名之间徘徊,所以中国队只要全力以赴,从来就不惧怕任何困难。 因此关于外界的种种争议以及不公平的质疑,只不过是她们的一厢情愿罢了。 中国女排从来都不是一支依靠赛成等优势取胜的队伍,以前不是,今后也不会是,此次我们虽然是东道主的身份,但是中国女排在分战赛,毕竟没有派上全部主力,这也是中国女排接连输球的直接原因。 不过在接下去的比赛,中国女排也将迎来更多的挑战,美国、巴西、土耳其几大强敌一直对我们的位置忽视眈眈,希望中国女排能成功克服困难,在总决赛再次大放一场。